秦浩 大家好 我是秦浩 特别喜欢吐槽大会这个节目 其实之前啊 我就想来了 我跟导演说过 导演说你不行 你身上没槽点 所以这次 我带着槽点一起来了 这节目其实挺好的 夫妻两个吵架呢 在家里叫吵架 来这儿 你看就叫吐槽了 我第一次啊 见到槽点的 不是啊 见到我的老婆 Annie的时候啊 我就觉得她 肤白 貌美 身材好 特别漂亮 然后后来我发现 这个Annie的恋爱观 也很奇特 她见我第一面就跟我说 她说 我只可以先结婚 再恋爱 当时我就 我就有点觉得 这女人的心 这也太大了 这还不了解我呢 怎么就要跟我结婚了 后来我明白了 她不止心大 孩子也大 我也挺佩服我老婆的 你别看她外表 柔柔弱弱的 嗲嗲的 公主范 其实在家里啊 如果碰到什么事 那马上把衣服一脱啊 往地下一扔 老公 跟他们干 真的真的 这都真的 过了一会儿呢 又说 老公我好冷哎 是有点作啊 她还总爱问我一些啊 奇怪的问题 比如说啊 就是她会突然跟我说 说老公 你现在喜欢我是因为我漂亮 但是如果你五十岁的时候 我就六十岁了 那个时候你还会觉得我漂亮 还会再爱我吗 我一听 这是要作呀 我就说 我说你想干嘛呀 你就直说嘛 你是不是想让我说我爱你啊 你要想说 你就说 你就直说 她说 嗯 我想听 我说 嗯 我不说 刚开始啊 在一起吵架 她脾气大了就摔门而出 她以为我会去追 但是我没有 因为我知道一个道理 追老婆啊 要么就零次 要么就一百次 你如果这次要是追了 那她每次出去 你都得跟她演这种偶像剧 演这种穷妖剧 对不起 我是一个演员 我对演戏是有要求的 这所有的戏我都接 这真好 果然 过了两个小时呢 她就自己回来了 就从那以后啊 她就再也没有摔门而出过 所以说老婆啊 切实 切实 我把你变成了更好的人 我和安妮每年过生日的时候 我们都相约 互相送对方礼物 其实我呢 收到什么礼物都无所谓 但是我就是很苦恼 因为我不知道该送她什么礼物 就不太知道她想要什么 双鱼座 AB型 谁能知道她要什么 所以慢慢呢 我就有了这个季节性的抑郁 每年二月 我就抑郁 因为三月是她的生日 后来有一次啊 我过生日 她没送我礼物 哎呀 给我给高兴了呀 我忍到第二天 我才跟她说 我说老婆啊 你看 我过生日 你也没送我礼物 那你这次过生日 我也不送了 咱就扯平了吧 结果我老婆跟我说 不是哦老公 女儿就是我送你最好的礼物哦 我一听就懵了 还可以这样子哎 这是帮助圣房哎 后来有一次她生日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就送了她一张贺卡 上面只写了八个大字 你若不作 我必不付 其实我只想写四个字了 就是有病得治 虽然我演了很多的文艺片 但是跟安妮比起来 我真的是不够文艺 因为大家知道 每年我过生日的时候啊 安妮都会在微博上面 洋洋洒洒写一封信 确实文笔很好 各种修辞啊 把我摁地上一顿猛夸 整得我这不敢动都不行 后来我一吵架呢 我就把她给我写的信呢 我就看一遍 我看那些信啊 我就边看我边哭啊 我就想啊 这娘 不是啊 这娘子太能说了 吵不过啊 别吵了 我服了 最近呢 确实是不怎么吵架了 因为前段时间做检查 检查出我 确实有病 真的啊 是真检查出一种病 是叫做复制过敏 就是复制过敏 就是吃一些面食的东西呢 就会让自己的 抗压性荷尔蒙会减少 就脾气很容易暴躁 所以到现在呢 只要我脾气 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我老婆马上就说 你是不是又吃错面了 话可以乱说 面不可以乱吃哎 她就是这么感性 跟我完全相反 有一次她跟我说 她说 老公 我这辈子都想成为 你这样的演员 你知道吗 但是我没有机会 因为我一出道就是偶像 就要养家 但是你却成为了 我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只要一般人听了 肯定特别感动 但是我很警惕 我说 你要干嘛 你是又想听我说 我爱你吗 她说 是啊 我说 我不说 她摔门而出 我又没有去追 我好像一直都在说我老婆啊 也没在说别人 有网友说 赖红国花阿娇的钱 这事网友是怎么知道的 我确实也不太清楚啊 但是你知道吗 我刚跟安妮在一起的时候 网友也说 我吃软饭 后来呢 我就接了一些网剧啊 上一些综艺啊 也就没有人说了 所以赖红国 你以后 要么学习我 在事业上 有一定的突破 你呢 要么学习成路 你在心态上 有一定的突破 不要浩高五 踏踏实实地吃晚餐 当然了 我在事业上 能有小小的一点突破呢 我特别要感谢 我的老婆安妮 因为她确实是 帮我挑剧本 很严格 她觉得不好的剧本 绝对不会让我去拍 她只有一次 没帮我挑 就是她自己导演的那部戏 当时我心里也想了 我说 自家的剧本 你差点能唱到哪儿去啊 没想到 差到家了 刚才安妮说 我跟朋友喝酒 给你打视频电话 你说你查岗就查岗 说得像我 多想跟你视频似的 搞得我 扎了四个多小时 知道我为什么 很少出去喝酒吗 站着太累了 虽然我很忙 但是我确实 也花了很多心思 能尽量多陪陪我的老婆 陪陪孩子 前不久呢 我还陪老婆和孩子 上了一个真人秀 被很多网友给吐槽了 哎呀 我也是很无奈 在节目里呢 我就一个人啊 哄孩子睡觉 哄了很久 女儿米丽好不容易睡了 我想说她睡了 我就玩会儿游戏吧 结果这个节目播出来呢 就剪成了 安妮在那边上医院 我在这边玩游戏 安妮在那边哭 我在这边玩游戏 我在那边玩游戏 我在这边玩游戏 看完那节目我有点懵啊 这到底是亲子节目啊 还是电竞节目啊 其实我上那个真人秀的初衷啊 就是想让我女儿长大了以后 能够看到我有多爱她 不过现在 我只希望我女儿长大了以后 不要送我去接网瘾 节目之后 很多人都说 我老婆给我招黑 哎呀 自己家的媳妇自己还不知道吗 她就是一个血性的女子 有什么说什么 但是她也是这个世界上 最懂我的人 你们两个经常说 我说 我们即使不是夫妻 我们也会是这个世界上 最好的朋友 所以 不管以后遇到什么事情 我都会支持你 只要不找我拍电影 啥都行 谢谢大家 我是秦浩 棒棒棒棒 哎呀 哎呀 我告诉你秦浩啊 不仅演戏演得好 话说得也好 真的 我刚才台下听得特别感动 别人以为会很 你觉得很好笑吗 我听得特别感动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秦浩跟你姐解释一下啊 那个 安妮是谁啊 你有另外一个老婆吗 安妮是 是我老婆的 是一能静的英文名 小明 小明啊 对 安妮 我不能忘记你 安妮 好 你看 真是 你们这些夫妻怎么 吐完以后 还这么和和气气 甜甜蜜蜜的呢 来 我们给他们加把火 也让大家看看 都是谁 人家两口子过得好好的 还非要吐槽 听说Michael要上 吐槽大会 吐槽阿娇 Michael 不要抱怨了 阿娇这么好的姑娘 如果你不懂得好好珍惜 那么 你就把她还给我 让我坐会 请坐下边 听说秦浩老师参加 吐槽大会了 她成熟得了吗 又以她的个性 不要气得当场走人的 我嫂子一能静在 是不是 嫂子你照顾好我哥 像秦浩老师这种 我的感情的演戏机器 以后参加终于节目 不带嫂子就别参加 郑路斯万 没有什么要吐槽他们的 但是我想借节目的机会 提醒他们一下 我们咱已经好久没有出去旅游了 谁 成什么 谁 不认识这样的人 不熟 但是有一个消息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呢 全球的突口区巡演马上就要开始了 大家也听到了很多掌声 对不对 马上就要开始了 大家关注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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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